作者 风行烈 我是尹娜 精彩马上开始 火山统领接着道 此番争锋 所有大领主全都被牵扯了进来 以秦朔大人和万寿大领主的矛盾为也 大致分为了两个派系 一方支持秦朔大人 一方支持万寿大领主 其中 墨帝大人第一个站到了秦朔大人身后 与之联手杀上万寿岭 给沙蒂斯王来了一次迎头痛击 甚至将沙蒂斯王从万寿岭中赶了出来 几月以后 沙蒂斯王带着他的正牌老婆海妖王卷土而来 重新夺回了万寿岭 从此 两方就开始以土地相邻的万寿岭和洪峰岭展开了拉锯战 这个月秦朔大人派几个人去万寿岭争夺几片土地 下个月啊 沙蒂斯王就派几个人到洪峰岭杀几个外围领主 但是最高层的战斗力却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么一打呀 就持续到了现在 如今沙蒂斯王和莫蒂斯王都在广妖强者 尤其是在拉拢另外两个大领主 前些日子刚听说月光大领主加入了沙蒂斯王的阵营 斩锋大人不问北方大陆战士 就只剩下千沙大领主没有表态了 秦朔大人这一方正是势力较弱的时候 他们能不紧张吗 火山统领一口气说到这里 奥峰听得心惊 没想到短短三年之间 北方的局势居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连隐忍已久的莫蒂都参与了进来 想必现在是真的大动荡了 莫蒂大人实力与沙蒂斯王应该是不相伯仲 秦朔大人即使只是刚进入奥义如意级 应该也不会太差才是 这个沙蒂斯的正牌老婆海妖王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北境大陆上不是只有莫蒂和沙蒂斯王 两名奥义如意级大领主吗 略一思索 奥峰就疑惑了起来 九大大领主死了三个 还有六个 分别是斩锋 莫蒂 老爹秦术 千莎 月光沙蒂斯 并没有海妖王这个人呢 奥峰勉下这就不知道了 这海妖王啊 的确不是北境大陆上的大领主 他来自断魂海 火山统领微微一顿 接着道 这断魂海 乃北境第一凶险之地 自然不属于大陆范畴 所用信仰也不来自大陆 而是源于断魂海中无数海洋魔兽 其中高等魔兽自成一派 高手如鱼 并不在大陆强者之下 断魂海深处啊 更是凶险无比 这个免下到了断魂岛 便知一二 断魂海中的强者 一般不参与大陆争夺 海妖王是断魂海东部海域之王 沙蒂斯王名媒正娶的老婆 这才会帮着沙蒂斯 他的奥义领悟也在如一级 上古血脉之纯正 不比沙蒂斯王弱 秦朔大人毕竟才刚刚进阶 大领主能量等级 未到顶峰 纵使幻尸也剩不了他的 断魂海势力吗 奥峰听得眉头越发紧皱 没想到老爹他们 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看来我真的得快点进阶才是 现在的实力 要想参与大领主巅峰级的战斗 压根不够 略略思索了一阵 奥峰又疑惑道 既然如此 那么多战队还留在这里 找那红衣少主做什么呀 哈哈 免下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联系上他 可是断魂岛开启之际 红衣战队肯定会来 他们在北方乘坐通天飞艇 和我们一起到断魂岛会去 到时候自然可以和他们正面打交道嘛 断魂岛 他们也会来吗 秦朔大人呢 不错 不止他们 北方的几个大领主 都会派出人马 甚至一些断魂海中的势力也会参加 火山统领肯定地说道 只不过 秦朔大人不可能亲自前来 断魂岛周围有一圈古怪的结界 只容大领主及以下的人通过 大领主们 来了也进不去 所以啊 应该是他的弟子 红衣领军 秦双勉下带队 北方战时起 哪一方要是能在这个时候多出一名大领主 战局的天平就会倾斜不少 几方大领主的人马凑到一起 免不了一场明争暗斗 斩锋大人虽然规定了来去路上不得凭杀 可到了岛上就没有了这些束缚了 届时啊 奥峰统领可一定要小心啊 火山统领说到这里 忍不住 关切地叮嘱奥峰道 我们这些人 背景不如他们庞大 最好不要跟他们争的你死我活 尤其那断魂海之花出现的时候 远观为主 切记轻易动手啊 微笑着点点头 奥峰心中却闪过了数个念头 看来这次断魂倒之行 必定免不了一场惨烈厮杀了 正好我此时形貌怪异 没人想得到我的真正身份 到时候我和秦双大哥暗地联手 悄悄在背后捅万寿领一倒 也算是为老爹出一口恶气 想到这里 奥峰便站起了身 多谢火山免下关心 我要问的就这些 没什么其他的事情 便回营地休整了 免下尽管休息吧 若是有事啊 我会派人去叫你的 从火山统领处回来 奥峰便在空空荡荡的大帐内 独自演练起了霸王枪决 企图在攻击奥义上寻找到突破口 早日突破到下一个奥义等级 如今的他战斗力虽然不俗 本身的实际实力却只有奥义混沌级 尾石有些不够看的 若非凭着一支魔兽战队 又有雷炮 睡衣等特殊能力 根本就没有与奥义破军级的统领强者 争锋的资本 事宜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快点将真正的实力提升起来 得知父亲的处境之后 奥峰心中的危机感和压迫感 便默得强烈了很多 眼前的目标也明朗不少 他要尽快地进军大领主 然后到北方大陆 去帮秦朔的忙 这一次 奥峰不再想只被父亲保护 而是想站到秦朔身旁 成为他的助力 老爹 等着看吧 你的女儿绝不会比你差 手中的战枪 在空中疏地画出一道冷芒 奥峰眸光闪烁着喃喃道 三日后的傍晚 营地的大帐内 奥峰手持着红雨战枪 仍在不知疲倦地 不停演练着霸王枪决 经过天王山大战 亲眼见识过 那么多高手的对决比拼 奥峰学到的东西 着实不少 自从苏醒后 便感觉自己 在奥义领悟上 多出了一些心得 应该可以进入下一个级别 入危急了 然而 真正到了眼前 却又不是想象的 那般简单了 他总觉得 迷迷之中 似乎有一层臂障 在阻着自己 每每到了临近突破的 关键时刻 却突然又失去了 那种感觉 让他头痛不已 看来奥义的领悟上 的确是机缘 占了最重要的部分 明明我已经有了 强烈的突破 在即的感觉 却偏偏 捅不破那层纸 再次演练完了 一次枪法绝要 奥峰终于停住了战枪 摇头轻叹倒 大部分人的 奥义突破 都不是修炼出来的 而是经历 各种各样的 生死历练 战斗 冒险之中 感悟出的 没有机缘 很难冲破臂障 即使已经拥有了 足够的经验和实力